大家好,欢迎收看球哥的影片 赛季在变,球哥的独奶精神永远不变 他来了,他带着篮板来了 在底心加盟湖人后 德拉蒙德也是终于在对阵雄鹿的比赛中迎来了首秀 其中,在这场比赛里 德拉蒙德也是顶替小加索尔首发出场 在对阵雄鹿的比赛中 德拉蒙德迎来了湖人的生涯首秀 这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毕竟自从2月13日起 德拉蒙德就没有打过NBA的比赛 而他首秀就要面对两届MVP选手字母哥 这显然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不得不说,九输战场的德拉蒙德 真的是太渴望回到赛场了 而在出场的前六分钟 他也的确是让人感到欣喜的 先是在篮下送出遮天大帽 展现出自己的护框能力 而后又是造成了进攻犯规 展现自己的防守价值 可是德拉蒙德显然在首秀中想要表现自己 但结果却是适得其反 在后续的上场时间里 进攻端完全成了球队的累赘 在内线蹲坑导致队友很难突进进区 而后在持球攻的时候 又是装神弄鬼 要么被封盖 要么直接就是失误 可以说完全没有发挥出他在进攻端的价值 同样防守端也是漏洞品出 被对手抓住机会惩罚 值得一提的是 在比赛进行到第三节的时候 德拉蒙德便是因为脚趾受伤 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手秀表演 而胡仁最终也是惨败于雄鹿 结束了两连胜 总的来说 在这场比赛中 德拉蒙德的表现并不算是很亮眼 反而会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毕竟我们都知道胡仁牵下德拉蒙德 最主要的就是希望他能帮助球队提升护框能力和防守能力 简单列举一下本赛季德拉蒙德的防守数据 在与篮框距离小于6英尺的区域内 和装神对位的球员投篮命中率会下滑8.8% 小于10英尺的区域内会降低6.7% 整体来看 装神能让对位球员的两分球命中率下降4.4% 其次便是他拼抢篮板的数据 而本赛季 德拉蒙德以场均4.4个前场篮板位居联盟第一 同时他以场均13.8个篮板排在历史篮板王第八位 也是前十当中的唯一一位现役球员 而且他的生涯篮板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4.5% 直接超过了大成罗德曼 还有他场均有8.5个篮板球 是在没有人拼抢的情况下得到的 其中在一个人拼抢的时候 抢下了多达5.5个篮板球 在两个人拼抢的时候 他也抢下了1.4个篮板球 而这显然可以看出 他对篮板球有着异常灵敏的嗅觉 这就是一个天生的篮板怪 但是在这场比赛中 德拉蒙德却是没有表现出自身的 护框能力和防守能力 出场的14分钟里只抢到一个篮板 并且还造成了四次犯规和三次失误 可以说完全看不到他的价值 但是球哥认为 我们不能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 一场比赛不足以正确认识到 德拉蒙德加盟对于胡人的意义 毕竟他与队友磨合的时间还很短 沃格尔也没有给他设定相应的战术体系来体现价值 而且胡人也没有全员上阵 这都是影响着他的整体发挥 而且我们要知道的是 德拉蒙德其实更多的是搭配詹姆斯和戴维斯来进行使用 由于在此前胡人五号位上的首发一直是小加索尔 但是小加索尔的移动太慢了 而哈雷尔也是一样在防守端无法做出过多贡献 这使得胡人内线防守很多时候需要戴维斯去填坑 毕竟戴维斯的体型和机动性 让他能够兼顾护框和低位对抗 但这显然是会加剧戴维斯在防守端付出的精力 而削弱他在进攻端的发挥 而且由于戴维斯的玻璃属性让他在禁区顶防大中锋式很容易导致他受伤 这也不是胡人所希望看到的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胡人便需要防守实力强悍的五号位来帮助戴维斯分担防守压力 而德拉蒙德恰好就很适合 毕竟他有着出色的身高必长 他有着出色的挡拆意识和吃饼能力 并且他也具备强大的篮板球能力和护框本领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使得戴维斯在四号位上时 不用在防守端付出很大的精力 减轻了他的防守负担 让他在进攻端打出更强的侵略性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沃格尔还能考虑复古的双塔体系 毕竟德拉蒙德能用于蹲坑 而戴维斯却有着堪比侧翼摇摆人的灵敏 以及在任何位置开火的射程 这显然会让胡人的双塔阵容不拖空间的同时 还能给篮框设置两道屏障 从而把胡人攻防两端直接拉满 所以德拉蒙德在胡人的作用 其实就是戴维斯的防守肉盾 以此来让戴维斯释放进攻才能 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与詹姆斯的搭档 我们都知道 德拉蒙德过于追求刷数据 这也就导致他在比赛中要占据大量的球权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其实十分差劲 单打效率可以说十分低效 而在这场首秀中也是可以明显看得出 但是我们却也不能够因此否认德拉蒙德 在进攻方面的才能 只是因为他没有遇到很好的组织者 毕竟德拉蒙德还是有着不错的挡拆技术和吃饼技能 其中在本赛季德拉蒙德每100回合的挡拆掩护 便有着33次 而詹姆斯恰好就是那名能够释放他进攻才能的组织者 毕竟詹姆斯在外组织或者冲击内线时 都是极具威胁的 这就是使得德拉蒙德可以依靠个人能力 在禁区抢篮板完成二次进攻 或者吃饼肆虐进区 两人可以很好地形成内外联动 强化球队的进攻效率 而且还有一点是詹姆斯对全场比赛的掌握能力和比赛节奏的控制 可以帮助德拉蒙德有很大的提升 因此这就会让无人在进攻端形成三叉截 既有外线终结能力又能在内线完成终结 极大的加强了队内的内外线杀伤力 而在防守端则是形成了双塔 既有外线斜防又有内线蹲坑大闸 这都使得球队的防守极具威慑力 虽然德拉蒙德首秀表现并不是很亮眼 并且遭受了伤病 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贬低他 毕竟拿着底心加盟的德拉蒙德也不算胡人的救世主 他只是胡人找来的季后才拼图 他更多的作用还是体现在詹姆斯和戴维斯的身上 所以德拉蒙德究竟好不好用 其实还是需要等待双子星的付出 所以对于德拉蒙德现在遭受伤病情况来讲 对于胡人其实影响并不会太大 而且德拉蒙德的这份伤病也不是十分严重 后续也是希望他能够保持好健康迎接双子星的付出 并且也是希望沃根尔能够在双子星缺阵的时候 给他设定战术选择 减少他的自主进攻 强化他的挡拆掩护和吃饼努力 最后球哥也是想谈一谈 加盟胡人对于德拉蒙德自身而言意味着什么 由于在活塞时期 球队认为德拉蒙德虽然数据亮眼 但是他的价值却只值得一个次轮和两名不知名的球员 而在骑士时期 球队又愿意赔钱将他送走 这都意味着他在联盟中很难再拿到大合同 所以正处巅峰阶段的他选择底薪来到了胡人 因为在这里 只要他能够帮助球队夺冠 那么他就能一跃翻身救赎自己 让自己能够有机会再次拿到大合同 并且被各支球队争强 就如同上赛季的霍华德一样 因此对于他而言 在胡人的这半个赛季 德拉蒙德一定会拼尽全力去拼搏出自己的未来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 我们来在舞台上看看 Anders Eller 会计划 会计划